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造得像普通人 像鸟兽等模样的偶像 这源自人们对神形象的愚蠢构思 现在这跟基督徒有什么关系 这是我们这一课要讨论的 我会在下两课给你们说明 保罗要去哥林多教会处理的是拜偶像的问题 这是导致他们患病软弱 甚至死亡的原因 也是属灵的课时 世人去拜偶像是惨不忍睹的 但这状况也发生在与神立了约的信徒身上 这是可怕的 对吗 对信徒来说 拜偶像就是背着神犯奸淫 明白吗 因此拜偶像是课时 我想你再深入思考一下 记得雅各说过 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啊 你如果没有婚约在身 就不是犯奸淫 因此这话是雅各对信徒说的 因为他说 那你们就成了神的敌人 他说过与神为敌 又说过成了神的敌人 就表示他想强调这意思 希伯来人要强调一个意思是 他会一再重复同一句话 我们却用其他字体去表达 对吗 他们只能把同一个意思再写一次 去让读者明白 我和丽莎结了婚对吗 因此我只能背着一个人犯奸淫 那就是丽莎 我不能背着阿妹犯奸淫 因为我跟阿妹没有婚约 我只能跟阿妹一起犯奸淫 但不能背着阿妹去犯奸淫 雅各说你背着神犯奸淫 这话是对基督徒说的 为了说明这一点 让我们看看扫罗的生命 看看拜偶像如何在一个信徒身上出现 当扫罗做王后 神通过先知给了他一个非常清晰的命令 那命令是什么 就是要他彻底消灭亚马利全族 包括他们的男人 女人 小孩 婴儿 牛 羊 骆驼和驴 统统杀掉 于是扫罗带领军队把所有人都杀掉 只留下亚马利王的性命 也杀了所有生序 却留下最好的给人们做寄生献给神 那是摩西所定下的规律 因此扫罗回来把这些生序献给神 然后先知 撒摩尔来到 他对扫罗说 你违背神的命令 其实你是叛逆神 让我们停下来想一想 假设有十万个亚马利人 扫罗杀了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个 对吗 他只杀剩一个 等于他达成了神的命令超过百分之九十九 对吗 我记得有次有个爸爸对着我说 我跟儿子有问题发生 我问为什么 他说我的儿子对我很不高兴 因为我看见他没有做的 我儿子对我说 爸爸 我完成了你叫我做的百分之九十九 为何因为我跟朋友去打球就不高兴 你什么时候才看我好的一面 我对那爸爸说 那真的令人沮丧啊 神看见扫罗没有完成的部分 因为神说 他叛逆我 虽然他完成了百分之九十九 但是撒摩尔把他逼近墙角 他首先以人民为他的挡箭牌 以他们为借口 但最后 撒摩尔再把他逼近墙角 然后撒摩尔说 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等 顽梗的罪与败虚神和偶像的罪相同 你既宴习耶和华的命令 耶和华也宴习你作王 因此 扫罗王背叛神 没有完全听从神的命令 这话是撒摩尔说的 扫罗是个悖逆者 我想你看看这句 顽梗的罪与败虚神和偶像的罪相同 我们先看看这句话 顽梗与败虚神和偶像的罪相同 你是否发觉为何之自用协体 你要知道这原因 因为这英文翻译并非原文的意思 英文翻译写成旧像 我们的中文翻译叫贴切原文意思 因此翻译为 顽梗的罪与败虚神和偶像的罪相同 顽梗的意思是推唐 明白吗 当知道真相后 我们推唐 并且不顺服神 这就是败偶像 我们自己的心思 意念与动机 都凌驾在神之上 为何扫罗这样做 你有想过吗 当你抓到敌国的统治者 把他掳到你的宫里 他就是你活生生的战利品 每次当你看着这统治者 你就想起自己如何打败他的国家 为何扫罗把最好的牛羊赐给百姓 因为他想受人拥胆 他的支持度也会增加 因此扫罗把这一切都凌驾在神的命令上 在上一刻所谈到的 在这个例子也适用 一切在于人们想着什么就做什么 以自己的好处优先 扫罗也是一样 这行为让我们以真相换取谎言 明白吗 扫罗于是被蒙蔽了 记得扫罗说 我已遵守了 我已遵守了 但最后萨摩尔把扫罗逼近墙角 对吗 扫罗的思想开始混乱 他做了些不该做的事 他变得极度愤怒 妒忌心重 他尝试杀害他其中一个叫大卫的仆人 对吗 把毛指向他 扫罗像疯了一样 并找灵媒问补 他动用整支军队 去寻索一个年轻人 并认为自己做对了 你明白我的话吗 当我们与神有关系 但却选择以自己的欲望 凌驾于神话语的圣经的时候 就会产生蒙蔽 他们也看不见自己的不顺服 这就是为何顽梗 使我们不顺服神 拜偶像就是把自己的欲望 凌驾于神的话语上 用于说明拜偶像的另一层面 我想举出两个词语 第一个 我想提到的词语是知足 知足在字典里的解释为 在外在表现或在思想上 满足于已经得到的地位或情况 这是字典里的定义 明白吗 如果我们翻开希腊文的字典 知足的解释是 满足且可以变得刚强 并帮助别人 现在我们集中看后面的解释 可以变得刚强 并帮助别人 身为跟随耶稣基督的人 我们假如不满足 就不能正当地服侍 为什么 如果我们不知足 我们就会问 我为何要这样服侍 我从这服侍里 获得什么好处 对吗 因此保罗在《腓立比书》 四章十一节说 我并不应缺乏说这话 我无论在什么景况 都可以知足 这是我已经学会的 保罗是个仆人 他为何是个完美的仆人 他没拥有下一个 我要谈的词语 说这词语前 我先读提摩泰前书六章 金钱加上知足的心 便是大力了 我们要心存知足 因为你知道 神是供应你一切的那位 那些供应不一定 按着你的时间表来到 但从来没有迟到 只要有衣有食 就当知足 保罗在鸡中谈知足 有天我在祷告中问神 请告诉我 你所定义的知足 神说知足 就是完全在我旨意里得满足 耶稣的生命 就是知足的例子 明白吗 当你看见以下事情 你就会明白 就好像在旷野的第一个试探 耶稣表明了 他满足于神的供应 他忍受试探后 神差派天使来伺候他 对吗 不过圣经没有清楚说明 天使如何伺候耶稣 但是请不要把知足 与自满混为一谈 耶稣肯定不是自我满足 他推倒兑换 银钱之人的桌子 他怀着极大的期盼 对门徒说 我不再吃这宴席 直到成就在神的国里 你会看见耶稣 不喜欢看见人们被病患 或身体的缺憾困扰 对吗 所以知足不等于自满 知足就是满足于神的旨意 但这词的反义词是贪婪 这是我想提及的第二个词语 你或你认识的人 是否不懂英语 你是否想获得更多 从约翰和丽莎·贝维尔 具启发性的信息 你可访问视频与资源 无常下载的 云端资源库网站 点击你的语言 从众多资源中 挑选你需要的 电子书 讲到视频 信息与书本 录音 圣经等等 现在就上云端资源库 cloudlibrary.org 贪婪 这词并非我们现在常用的 因此我要特地介绍这词 你不会听见人说 你贪婪 没有 我不贪婪 因此我们今天不会这样说的 对吗 让我们为这词下个定义 英语字典的解释是 强烈渴求去拥有一些 看来好的东西 让我们翻开哥罗西书 我们看三章 我们从第一节开始看 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 就当求在上面的事 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 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 不要思念地上的事 你要这样做 不要那样做 这就是我所指的贪婪 因为你们已经死了 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 他显现的时候 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 因此当要思念上面的事 不要思念地上的事 就是保持知足 对吗 保罗就正正在五和六节这样说 所以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 就如淫乱 无悔 邪情 恶欲和贪婪 我们一起说贪婪 注意 贪婪就是败偶像 保罗在下一句话就说 贪婪就与败偶像一样 因这些事 神的愤怒 避临到那悖逆之子 当我们从知足里 过渡到贪婪的状态时 我们就是从与神亲密的关系里 过渡到偶像的祭谈前 或者说白偶像 如果你翻开希腊文字典 看哥罗西书贪婪这字的解释 就是不恰当地 渴求更多 在英文诗经书 这诗经书的英文全名太长了 但我爱这话 这词暗示自我偶像化 贪心的灵 对吗 因此 知足让我们远离拜偶像 让我们贴近神的心 贪婪使我们远离神的心 驱使我们到偶像的祭谈前 因此 希伯来书的作者写了这话 你们存心不可贪爱钱财 要以自己所有的为足 因为主曾说 我总不撇下你 也不丢弃你 所以我们可以放胆说 主是帮助我的 我必不惧怕 人能把我怎么样呢 当基督徒漠视神 清晰地启示 这人就是在拜偶像的状态下 为着自我更强的欲望 你明白吗 所以拜偶像 是明明地不顺服神的旨意 这并不是当信徒 不慎掉进罪里 却是当信徒 把自己交在罪里 我再说一次 这并不是当信徒 不慎掉进罪里 却是当信徒 把自己交在罪里 请你们仔细思考 贪婪这词 你们会明白 这词包含了一切我要说的 以雅干为例子 记得雅干这人吗 我在所夺的财物中 我就贪爱这些物件 便拿去了 除了和和本外 新普及一本说 我在战利品当中 很想把它们据为己有 便拿去了 让我们回去看格林多教会 保罗对他们说 你们仍被罪的私欲所支配 他们嫉妒 纷争 结党 并且犯奸淫 他们相互毁谤 他们制造分裂 他们互相争吵 看看雅各 他形容的事情 同样发生在保罗 谈到的格林多教会身上 他说 你们心里怀着苦毒的嫉妒 你们中间的征战斗殴 是从你们白体中 战斗之私欲来的 这些都是败偶像的后果 请看看屏幕 听听雅各书四章二集 怎么说 你们贪恋 还是得不着 所以雅各说 你们这些淫乱的人 当我们想起败偶像 就会与雕像关联起来 对吗 每当你在旧约圣经里 读到败偶像时 你知道什么 在这雕像背后吗 明明的不顺服神的旨意 这才是真正的败偶像 明白吗 因此 败偶像不单单是罪 而且是故意或明明知道的 是我们的课时 当回顾亚当和夏娃所发生的 就知道这是如何开始 夏娃看见那树上的东西 是可喜爱的 但神却吩咐他们别吃 他从神的吩咐 转到他自己知道 什么是好的位置上 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 蒙蔽就进来了 罗马书一章说 那些人压制真理 被蒙蔽取代 对吗 结果我们开始编造 愚蠢的说法去形容神 我们以谎言取代真理 在信徒身上也一样 因此雅各说 只要你们要行道 不要单单听道 自己欺哄自己 更差劲的是 当门徒问耶稣 在他降临和世界的末了的事情时 为什么他第一句就说 你们要谨慎 免得有人迷惑你们 他说要谨慎 为什么 因为在末后 人们会想着 在服侍神的同时 如何可以仍然满足贪婪的私欲 你明白吗 我们现在仍然是这样做 是这样的被牵引 你们明白吗 我们谈谈迷惑这词 这意思是 引致我们以错为对 以假为真 辩不清是非 记得我们以谎话压制真理 我们拥抱以为是好的谎言 以真正好的为邪恶 我们不能只挑自己喜欢的经文 然后忽略其他不喜欢的 我们要拥抱新约圣经里 神所有的劝告 对吗 雅各对我们说 你们如果只是听道而不行道 就好像对着镜子 看了一眼自己的脸 看完就走开 随即忘了自己是什么样子 为何我们可以看见 人们去主日崇拜 去特会 唱赞美诗 爱听圣经分享 但当他不出教会 行径就如世人一样 他们制造分裂 相互争吵 犯奸瘾 他们做了那些 在新约圣经教导 我们别做的事 他们忘了应有的态度 他们忘了耶稣基督的性情 在自己里面 我过去是个罪人 我当时没有神的性情 因着我原来的性情 我得罪神 但当我成为基督徒后 我整个性情改变了 我成为一个心造的人 假如我现在对抗着心造的人的性情 你们听清楚 就等于拥抱了属灵客时 就等于放弃了我们的力量 我们放弃了我们的生命 我们放弃了属天的能力 我们放弃了改变世界的力量 保罗最后对哥林多教会说 你们要醒悟为善 不要犯罪 因为有人不认识神 我说这话是要叫你们羞愧 你明白保罗对他们说什么吗 保罗说 在这城市里有许多人不认识神 也不认识耶稣 他们只能从你身上 看见耶稣的反应 不过当你们拥抱客时 你们就没有属天的能力 人们也看不见耶稣的反应 你们明白吗 然后会如何呢 我想回顾我们在第一课读过的经文 在《使徒行传》十章 彼得拉他说 你起来 我也是人 彼得要告诉那罗马军官 不要败我 我不是神 保罗也要向所有在路斯德的人说 诸君为什么做这事呢 我们也是人 如果你看见马尔他的人 他们就认为保罗是神 在帖萨诺尼加 保罗和希腊被称为 那搞乱天下的 请留心听 这些记载并没有包括格林多教会 当你回去再仔细看 我所列出来的例子 这些事情都发生在耶稣复活以后 好吗 保罗在大概三十年后 来到格林多教会 当你看初代教会时 你不会看见格林多被影响 在那个时候 整个吕大 整个约帕得救 整个萨玛利亚城得救 在亚西亚地区 格林多却没有受影响 为什么 因为格林多教会 拥抱着属灵的课时 他们失去了属天的能力 你们看见吗 他们没什么特别 就像常人一样 这一小撮人 并没有影响其他人 因此格林多的信徒 在影响他们的城市里 没有果效 有次 我到一个 有一万人的教会去分享 我为他们有这么多人感恩 但在城市里的 另外三百万人去哪了 他们在哪 他们没有像初代教会时期 那样看见神迹吗 要记得 神说在主再来之前 万物要恢复 我们的荣耀 会比先前的更大 我相信 只要我们正视这情况 而非视若无睹的话 我们仍然可以再次转化这世界 我衷心相信这一点 不然我就不会写这本书 我已经告诉你 拜偶像 玩梗 与贪婪 如何出现 但关于他最蒙蔽人的形态 我会在下一刻揭晓 相信你不会错过的 下一刻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